前线的医疗战线的医护同志们 大家辛苦了 据我所知道 就是荆州的情况已经开始有些转机 我们说也就是说医疗队去以后 所以促进走上正轨 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起码现在我们现在要集中在一些围重病人 因为整个湖北 我看今天的新增病例也就是630个 所以绝对数值是下降 而且还有个好消息 今天早晨2点多 国家医药局已经批了几个药 一个就是博奥的 关于如何鉴别流感和新冠队员 还有副流感 因为这两个是很关键 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 美国的流感大流行 现在美国 这个也是流行的 涉及的这个病例 远远比新冠高等 那么所以把它鉴别 中国也有这个情况 把它鉴别的当务之急 今天早晨批准了 另外今天早晨批准了两个 这个设计核 比较合格的设计核 一个是万福是广东的 一个是叫做 叫做这个英特洛 英特洛是唐山的吧 这两个都合格了 就是说采用胶体筋的方法 很简单的方法 能够测一测 Igm Igm大家知道 感染第七天 或者说发病第三天 就能够检测出来 那么这个对于 它进一步的确诊 是很有帮助 所以这个来说呢 对我们湖北 特别是对湖北 能够很快地鉴别 病人的这个是不是 做出一个很好的诊断 这样的话能够帮助我们 很快地将正常人 和有病的分开来 那么今天是第一次了 跟荆州 荆州我们今天都是礼拜天 基本上没有什么礼拜几 就是说向大家做一个问候 就是希望我们这个走势 像我们预料那样 继续往下 我就讲这些 谢谢